下周全新一代的荣威RX5就要上市 目前它的预售价格是12.49到16.59万 乍一听这个价格好像挺贵 但实际上它和新一代的哈佛H6差不多 而且它的三维尺寸还要比哈佛H6更大一点 只是轴距略短 荣威RX5、哈佛H6、长安CS75plus、瑞虎8这些车 都是紧凑GSU尾里的老对手 但如果单从外观的线条设计上来看 荣威RX5最漂亮 优雅柔和的线条配合极具张力的前脸 在动感的营造上无出其诱者 在它身上已经看不到老RX5的影子 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让它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这台车最精髓的地方就是优美的腰线 当然新一代RX5的灯光效果同样也很炫 这一次RX5的内部并没有使用荣威传统的布局 而是换了一块可以滑动30厘米的27英寸的超大的联屏 中控大屏可左可右非常的有特色 假如你比较喜欢这种有科技感的内饰 那么新一代的RX5肯定会忠你的意 这一次新车的燃油和混动会同时的上市 其中燃油是1.5T配7DCT 138千瓦扭矩300厘米参数很强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插电混动的版本更划算 尽管它比燃油版要贵3万块 但无论是性能还是油耗都比燃油版要强的多 也不用非得盯着送plusDMI不放 所以最近你要是有入手插混SUV的打算 那么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新一代的荣威RX5 我